哇 泡泡枪 哇 还有泡泡枪喔 对对对 来 妹妹赶快分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果良跟小朋友互动的画面 气氛温馨又充满童趣 这个记者会主要是介绍 位在暖暖清水公园的基隆清水季 将于7月1号开跑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睽違两年的清水活动 就在我们暖暖清水公园 一五不开放 二 三 四 六日我们开放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清洗实在太热了 真的有时候在这个平日工作啊 生活走在路上 真的还要防中暑 所以希望这个开放的时间 希望大家都去玩一玩 利用我们的清水来消暑一下 那个从7月1号到8月31号 就是整整两个月 我们要来办暖暖的清水剂 那清水剂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清水公园里面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五是休息的 那二 四 二 三 四 六 日 我们都是开放让小朋友在清水公园玩水 那这个是比较最主要的 那在这个两个月的活动里面 我们有办 比如说夜间观察 还有步道的践行 还有淡然古道的一个散步 还有到大清农场的一些活动 还有图书馆的一些绘本 也就是说整个暑假期间7月到8月 欢迎所有的家长带着你的小孩 一起来我们暖暖区公园 去玩清水剂 那假如说在这个暖暖区的清水剂 你有对活动不了解的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你都可以上我们暖暖区公所的 FB的官方网站 都可以有相关的讯息 今年夏天的基隆清水剂 也结合丰富的生态观察 步道践行等系列活动 充满暖暖丰富的在地人文特色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共同来参与 我讲123我们说我们要去玩水 123我们要去玩水 再来一次123我们要去玩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们的旅行 我们的旅行